捐贈买疫苗的 那就是这个竹筒 曾经卧床十多年的 脊髓损伤患者姜永旭 为了募疫苗的费用 把平常存钱的竹筒捐出来 还号召朋友 一起义卖油化明信片 把钱捐出来 我曾经是被 持续帮助过的 我现在是有人力 中兴大学国务所教授 袁鹤林肯定企业及慈激基金会 对台湾社会提供及时语 但也建议 政府的疫苗政策要明确化 因应未来的挑战 用募款的方法来募集资金 所以我募了多少资金 买多少疫苗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的 就是说我今天赞助了你 那你就拿来去买疫苗 但是问你你买了疫苗之后 他怎么样去使用它 给谁打 什么时候打 他完全没办法控制 他要怎么去做规划 这是蛮重要的事情 台湾一定要有一个政策 譬如什么是为主的 什么为辅的 我能不能混打 会不会还有危机可以进来 让我可以持续打同样的疫苗 台湾社会从企业到个人 热情捐助此剂疫苗 相较于一剂新冠疫苗 至少一千元的购入成本 就算只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钱 也发挥了千分之一的力量 避免社会资源被排挤 当全球尚未脱离 新冠疫情威胁 把抗疫当成大家的事 才能战胜病毒